中国传统东西 老祖宗 我相信 我们的文化不是五千年 五千年是只有文字记载的 没有文字记载 不能说它没有文化 所以我相信 古人讲的无能无常 至少这两样东西 超过五千年 印度的古文明 有一万三千年 我们中国不会在它之下 至少也有一万三千年 叫什么 叫无能 叫无常 人人能相信 人人能理解 人人能实践 把它做到 无能是道 无常是得了 以道得知天下了 道是自然的 自然的规律 不是人为的 得是从道延伸出来的 必须要遵守 无能只有二十个字 我相信 我相信传十万年 也不会传错 无常只有五个字 五能低 父子又亲 亲是亲爱 这个亲爱 不是学来的 是自信里头本有的 这个亲爱是从自信里头 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 你也不相信 你留意 就在眼前 千万年前 人看到 我们今天一样看到 你看到小孩出生 一百天之内 他没有受到污染 你细心观察 他的表情 他的欢喜笑容 他们有分别 无论什么人 就逗他 无论什么人 就抱他 他的欢喜 一百天之后 会认身了 他知道哪个是他妈妈 他已经被污染了 他有分别心 他有执着 一百天之内 还没有分别心 没有执着心 那是天真 那个爱是真爱 到知道这是我妈妈 是我爸爸 那个爱就变质了 有分别 有执着了 那不是爸爸妈妈 他就拒绝了 他被染污了 他有分别 有执着了 所以你从这里去细心观察 一百天之内 完全保持着天真 这个爱是真爱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的爱 这个爱是变法界续空间 神圣之爱 如何把他保存 让他在一生当中 永远不变质 这是古人想到了 那怎么办呢 就是教育 要好好教育 教育第一个目的 是保存真诚的爱 这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 是把这个爱情 发扬广大 二 爱你的家族 你的父母之外 有祖父母 有叔叔伯伯 有真祖父母 就是你这个家族 爱这个家族 再扩大 爱你的邻居 你居住的环境 四周围的邻居 爱他 再扩大 爱你的族群 爱社会 爱国家 爱人类 凡是人 皆去爱 这是中国的教育 中国教育的根上 爱的教育 人 活在 爱的氛围里头 多快乐 多安心 真诚的爱心 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之处 这是佛的爱 法车迷 跑车迷 跟 证明 是 证明